十二強賽事碰到了天兔颱風來襲 棒寫表示 如果台北市宣布停班停課 將會立即暫停當天的賽事 而由於國際賽必須要在時間內打完 也不排除天母棒球場的比賽 以施大巨蛋 一天排兩場比賽 從天而降的水滴 外套後面都濕掉了 有民眾反映十三號臺韓大戰時 坐在大巨蛋第五層碰到漏水 後來被換位置還是掃興 黃先生昨晚就坐在前面 他說有看到 北市體育局表示十四號一早到民眾反映 遺漏水處勘察 初步判定是空調出風 空口處冷凝水順管線低下 雖然不是漏水 以要求遠雄立即改善 主辦單位棒協也直言 十二強塞很多漏水位置不賣 也留一些位置能補過來做 而天兔颱風逼近臺灣本島 棒協說若北市宣布停班停課 將立即暫停當天賽事 與WBSC討論後續新的比賽的日期時間 以及地點 若一般下雨影響賽程 不排除天母棒球場的賽事 已失大巨蛋 記者林曉輝 沈志明 謝祈文 臺北報導 順利